台南市爆發了燈格熱疫情 目前累積已經超過八千例的個案 那麼市府呢 持續要加強的噴藥防疫 可是大家其實還是蠻緊張的 有醫院的急診量 比過往是多出一成五左右 而且正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大家現在真的忙到焦頭爛額 而目前的疾管署的副署長羅毅君 他親自坐鎮台南 就是為了指揮疫情 一整隻龍蝦加上兩隻螃蟹 澎湃霸氣的海味 熬煮成海鮮粥 湯頭特別清甜 原本生意還不錯 可是最近因為燈格熱爆發 上門的客人少了兩三成 民眾減少出門 國華街上的小吃夜受到衝擊 連賣了八十幾年的老牌 吐脱魚羹 生意也明顯變差 不只平日業績減少 連週末假日觀光客也少了許多 有人擋不住美食誘惑 但又怕蚊子咬就會做好防疫 會有一點點擔心 但就穿長褲 然後噴個反蚊衣這樣子 台南登格熱疫情累積病例超過八千例 傳出幾家大型醫院 出現排隊抽血的人潮 第一線醫護工作量爆增 有急診室醫師因此對外發出求救訊號 目前來講我們的這個急診量比過往還要再增加了大概一成五左右 那醫護人員其實工作人員其實非常的忙碌 台南市持續加強噴藥 機關署副署長羅一鈞也南下進駐坐鎮防疫 分析目前的病例數已經有下降的趨勢 我們看起來過去四天的這個病例數 是比上週的同期下降15% 這個降幅已經有越來越擴大的一個趨勢 所以預期這個禮拜應該就會是反轉週 防疫工作持續擴大 在中秋節前疫情有希望可以降溫 讓民眾好好過節 記者姚文華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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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姚文華台南報導